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长辈看完之后 仿佛从今经历那个时代 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们的好朋友阿达 我看到他说他在国境看诗片的时候 隔壁有几位老先生讲话很大声 他们都因为剧情而在讨论 他说一般来讲可能就会制止他们 看电影不要说话 可是他说他那天完全没有人想 他觉得这部电影是拍给他们的 他们有权利做这样的讨论 然后那个是我们欠他们的 饰演魔鬼士官长的陈建斌 即使身长背景不同 依然精湛演出国民党老兵的角色 他身为一个在大陆 受共产主义教育之下长大的演员 要来揣摩一个国民党的意图反攻大陆的 市官长的心情 然后我想他一定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但是你真的从这个演员身上看到 艺术是可以超越很多事情的 其实对我来说呢 就是演这个戏 我从来都不看重 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份 身份不重 当这个纽承泽导演当时通过这个电话 给我讲这个故事 讲这个人物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点东西就是 至少跟我是一样的 陈奕涵这次大尺度演出只穿薄纱的适应身 有一场陈建斌要掐他脖子的戏 被要求征来 让他觉得要被杀死了 我后来看看 我看他的衣服都没有那么透明 就我的全程都是透明 对啊就是呈现另外一种演技嘛 对不对 传说中的演技啊 对 就是演技女的意思叫演技啊 然后他跟建斌的表演出他非常紧张 因为小天早就告诉他 他说他好强他好强 好强那个演技能 他都会来真的 所以大巴一直要求我说 那个他被掐的那场戏 可不最后一次 最后一天才拍来 所以他很怕他真的过世了 我觉得斗哥那场戏要杀死我 反正就一个踏起来 然后我感觉到要自信的戏 那陈老师就舍不得 因为毕童女孩 他就舍不得掐很大力 然后斗哥就说不行陈老师 他这样也不像 你就很使劲掐 他想我就说 这就用演的最好 你为什么要真的叫我使劲掐 他说他就是演的不像 他就真的就这样 把我按到墙边 他就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整个就把我压在那个墙壁上 然后我真的以为他要吓死我 我想说演不好又这么严重 你相信不要找我演就好了 对吗 有必要把我给掐到这时了 那场把我吓死我 我怕回去都害怕 贯穿整部戏的男主角阮晶天 这次卖力的演出 让导演有撑测十分赞赏 我觉得他在真实的 被禁锢的那个小宝 与在现实当中被批判的阮晶天 其实合理为一了 可是我也看到他透过这部戏的前置的准备 无怨无悔的 尽心尽力的表演 那我觉得我也 虽然合作那么多部戏了 可是我确实 透过军中乐园 又重新认识了一个演员 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参与军中乐园这部戏 因为这部戏 让我对我未来的工作 能够有更神的一个体悟 让我能够知道 自己身为一个演员 在未来能够该准备一些什么 最终和阮晶天演出激情长戏的万倩 两人培养出好感情 还被黄子乔亏了一番 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跟一个演员 在剧中如此坦诚相待 那天演完以后 整个回家我们两个都不说话 为什么还在享受我们过程 还在回味 是尴尬的 是还在尴尬的 其实我要特别谢谢倩倩 因为你们也知道 其实在军中乐园边 尤其我跟倩倩的床 是指控真的非常大 但是她表现出来的样子 真的非常专业 然后让我无后顾之忧的 吻上她的胸 然后又真的碰到一个 这样有魅力的女人 你们两个还在聊 好热度哦 你不怕有人生气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大方 她今天也宣传 是是是 这个 她在跟别的男人聊 所以你也在跟别的女人聊 太好了 所以小天你愿意买一个 Tiffen 你送我给倩倩吗 你愿意买吗 所以我怎么会 聊错 对对对 聊错 这是上一个 苗可莉饰演八三腰中的大姐 扮演性工作者的她 一开始觉得十分难以想象 我觉得要饰演一个 失忆生真的是非常难 因为平常我们在揣耗 都可能是你自己人生的经验 可是你做一个性工作者 你是很难想象说 当有一群的阿兵哥 每天这么多人排队 你可能连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那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幸好导演其实有安排了 性工作的对台 她说我曾经遇到一个客人呢 他有入珠 而且入了一圈 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 怎么样 酷吧 嗯 他就说 嗯 对啊 好棒哦 他说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根本就是拿了一支麦克风 可是他讲的好自然哦 听到麦克风那一段 让我们社会主持人的以后 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的麦克风 我每天都要拿麦克风 那我拿起来 我就想到你这段 我是要怎么吃你呢 好的 那么波杰 轮到你了 拿麦克风 王波杰饰演受霸凌的小兵 十分辛苦 而开拍前 听说有汉扭成的 做了一个约定哦 那场西斗哥希望就是斗来真的 那我原本以为 我说来真的 那大概 十下 最多十下 嗯 十下霸凌一下够了 全力十下应该就够了 结果那个晚上 因为镜头 这样环境的关系 希望大家就拍 呃 打了三四十下游 我给了他一些功课 针对他的 好 比方我说 在拍摄期间 你可不可以不要喝酒 在拍摄期间 你可不可以不要谈恋爱 你要答应我这两件事 那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你就完蛋 我又恐吓他 你说你会很惨 所以我们有一趟很 对他也很紧张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旅程 拍拍前就一波三折的军中乐园 导演扭成泽今天也郑重和大家道歉 也表示不会逃避法律责任 那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其实我从事件发生之后 一直 发自内心的在道歉 在反省 因为我们的猛众 造成他们的困扰 然后引起了一些 不好的感受 我再次道歉 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面对法律 我们绝对不会逃避 所有 所有该受到的身处 我不会抗拒 即使去做好复兴 真的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通过这样的事件 我确实有 有很多反省 那可是 我真的就是一个电影人 我热爱电影这件事 那我要强调的是 这篇电影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 它人生是台湾一群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包括香港 韩国 大陆 一群优秀的团队 共同努力的成果 然后它也是一个时代的遗迹 那我很希望不要因为我个人的问题 而让大家错过一次 有可能感动的电影 哇 你有个新闻网 这一次道歉 对不起 台访报导 谢谢 没关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